2003年,以美国为首的都国部队,在还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同意下,就对伊拉克发动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。 这场战争双方共投入了上百万的兵力,战争造成了双方几十万人的伤亡。 虽然,战争已经过去了十几年,但是伊拉克每天都在上演着血雨腥风的画面。 大家细细地回想在整场战争中,根据战后美军一名士兵的回忆,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,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仙器埋在这个地方? 伊斯伊拉克战争分析人士做出了这样的回答,主要原因有这几个方面。 一,萨达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失败,他认为美国只是做做样子吓唬吓唬他,想把这战机保留以后用。 二,萨达姆知道自己空军的整体作战实力和美国空军相比学书太大,他不想在战争一开始就失去他制胜的法宝。 三,萨达姆认为自己还有洞山在起的机会,他想把这些飞机保留下来,作为以后争雄中东的资本。 基于以上这几方面的考虑,萨达姆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,将这些战机全部来藏在了大漠之中,使他们在战场上没有发挥一点作用,就全部成了美军的俘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